爱卷七年前要伤人 朴友天被所长900万韩国男团 这31岁成员朴友天前年在服役期间 先后被四名女子控告性侵 她后来或正清白 但形象已差水 而她于去年4月 被报将与南洋乳业集团名誉会长的外孙女黄和纳 于去年9月结婚 但她于8月25日退伍后 却突然宣布婚礼延期 令外界猜测二人感情有变 而周深麻烦的她今日被含眉 爆料指她因爱犬咬伤友人而遭所长 据知友人A某于2011年到访朴友天家中时 被朴友天所养的狗咬伤贴近眼睛附近及头部 缝了超过80针 她一直以来抱受后遗症的煎熬 她与上周向江南警署提交诉讼 向朴友天追讨约900万港元的赔偿金 据韩媒报道指 A某于朴友天的经理人有交情 当时因为朴友天的母亲有向她道歉 所以并没有控告朴友天 但因为她要除去眼部周围的疤痕 所以要持续接受治疗 而后遗症就一直持续 所以令她不得不顿法律途径追讨赔偿 朴友天所属的CGE事务所表示 2011年的时候 经理人的友人当时去了朴友天的家 想看看狗仔 但他在露台时却遭到攻击 当时郭主人朴友天和经理人一起到医院探望友人 并向他道歉 一通过警 李仁支付了他的治疗费用 事务所指若七年以来 朴友天都没有做出任何行动 问题早已在当时发生 又只该有人于上周提交诉状 向朴友天所偿 他们则于今日才知道此事 而因朴友天并没有与对方联络 并不知道对方一直接受治疗 故现在正与家人一起 确认对方提交的有关证明 朴友天接受调查并了解事件后 会圆满地解决事件